你好,我是莉莉,今天跟大家聊一聊郭文贵揭秘 王毅威胁要打开的潘多拉盒子到底是什么 另外真的没有想到班农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地下总统 在2019年的6月18号,王毅外长在北京会晤叙利亚副总理兼外长的时候 强调不要迫使我们打开潘多拉的盒子 而且是非常恶狠狠的说 而郭先生在三年多的爆量当中也曾多次的提过潘多拉的盒子 在今天9月13日,郭先生与班农在War Room里面直播 就解开了这个秘密,王毅提到的潘多拉的盒子 就是武汉P4实验室 在2020年的2月15号,郭先生的直播当中提到 武汉P4实验室一进门的墙上写着一个最重要的标题 当你的脚踏进这个门的时候 你就走进了潘多拉的盒子 P4实验室所有的警卫和所有的保卫是总参保卫部 是中科院和军事工程学院搞的设计 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分是军科和各个院校的工程师来负责 包括石正丽,郭德银,下面是只有军方的人才能进入 303研究所和106研究所 而这两个研究所是新设立的深化部队的编码 而DT挖掘机团队就挖出了武汉P4实验室是如何建立 又是由谁来主导的 在2004年的1月28号,胡锦涛访问法国签署了 关于预防和抗击新生传染性疾病的中法合作谅解备忘录 设立了由法国主管部门主导的代表和专家组成的中法新发传染病小组 支持中科院建立武汉P4病毒所 也就是在2004年胡锦涛的时期就开始建设武汉病毒所 2015年的1月31日,习近平执政的时期竣工的 武汉P4实验室是由中科院主导的 我们知道中科院是江绵衡的天下 也就是江泽民的儿子 所以武汉P4病毒所是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三代领导人 共同实施的项目 在结合前国防部长池浩田主持设计13579项目 在内部的讲话说要用生化武器来打垮美国 所以发展生物武器,打垮民主制度的西方 让共产党来统治全球是中共上层的集体意志 而不是习近平一个人的心血来潮 建设的资金和涉及的人员都有谁呢 这就有意思了 都是我们熟知的大名鼎鼎的人物 首先Jack Ma、马云 然后腾讯的马化彤 网易的丁磊 竟然还有红黄 这一点都没有想到 难道他真的就是毛的私生女 要不怎么在这么一个尖端的或者是一个私密的项目里边有他来投资呢 还有何超琼 就是澳门赌王何鸿燊的女儿 他呢是控制黑道的 还有呢是张鑫 是潘石屹的老婆 我们早就知道了 这里边竟然没有潘石屹 而有张鑫看来呢 张鑫的级别呢要比潘石屹高很多 还有法国欧莱雅的总裁 法国梅里埃基金会 还有一个你们想不到的人 是华宾 法中基金会的主席 所有熟知郭文贵先生爆料的人呢 都知道华宾这个人 他呢就是杀害 海航王舰 就是在法国杀害海航王舰的 总设计人 总执行人 为什么要这些商界名人来支持建造P4病毒所呢 郭文贵先生呢给出了答案 在2020年的4月29号的直播当中呢 他说当年呢 他们找的第一个人呢 就是我郭文贵 因为呢要利用我在中国和外国的人脉 还有资金 当时呢就被郭先生拒绝了 所以呢后来才找到马云 马化腾等人 就是让这些人出钱 出资金 出人脉 后来呢 已经是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人 当年呢 对郭文贵说 中美呢迟早会有一战 那么呢就要用最低的成本 来击倒美国 就是生化战争 现在呢 真的击倒了美国 让将近20万的美国人死亡 造成了3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但是我看来的话呢 中共高层呢 确实是敢想敢干 这点呢 我们不得不佩服 而且的话呢 付诸实际行动的能力呢 要比美国强很多 但是呢 若没有美国和西方国家 利益集团的配合呢 也不可能给美国和西方 及全世界呢 造成这么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正如郭先生所说 美国太多的政客了 他们呢 就是整天在摄像机镜头闲说 而病毒爆发呢 到现在呢 已经9个月过去了 还没有对CCP呢 采取实质的行动 都不用说别的 连NBA的球员 我们都知道了 这些NBA的球员呢 都是血性十足 正义感十足的 他们呢 是属于经常批评美国政府的 像好莱坞的那些个制片人 演员和导演一样 但是现在呢 这些NBA的球员 都已经对中国共产党呢 磕头开始支持中国共产党了 所以呢 中国古话说的非常的好 有钱能使鬼推磨 现在想来呢 是绝对有道理的 所以呢 我们小老百姓呢 只能自求夺福了 在2019年的12月4日 华春莹 华大妈呢 又放话了 说911事件 阴见不远 美国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 就觉得呢 他们的恶斗手段呢 肯定不止放病毒这一招了 肯定还有别的手段 目前呢 已经造成29人死亡的 美国西海岸的大伙呢 已经抓了几个纵火犯 说呢 是Antifa和BLM运动的分子 但是呢 不知道这里边呢 有没有与中领馆合作的这些个人 有没有中领馆提供资金 这呢 是不是也是超线战的一种呢 成本也很低廉的 现在的话呢 没有相关的报道呢 这些个纵火分子呢 是与中共有关联 这只是我的一个猜想了 这样的话呢 就是把P4实验室 这个潘道拉盒子呢 就介绍到这儿 现在呢 我们再说一说班农 台湾亲共产党的媒体人呢 陈文切 曾经说过 班农呢 是地下总统 现在看来呢 他与CCP的情报系统呢 真的是有来往 要不他的情报 怎么那么准呢 在9月9号 在路德视频节目当中 路德说 严博士那天在华盛顿 做了8个小时的报告 是给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班农 及其他几个重要人物做的报告 而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级别呢 要比国会的听证高很多 我们现在呢 看一下 在维基解密上 国家安全委员会是怎么说的 国家安全委员会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简称NSC 是由美国总统主持的 最高级别的国家安全 及外交事务决策委员会 依据1974年国家安全法设立的 自成立以来的主要任务是 协助总统处理外交 及安全事务 所以说呢 表面上班农呢 是离开了白宫 但是在隐秘的战线上呢 尤其是关乎国家安全方面呢 一直在为川普工作 国家安全委员会呢 是由总统主持的 最高级别的委员会 那班农呢 对于川普市政的影响呢 就可想而知了 由此看来呢 中共的情报系统呢 早就知道 只是透过陈文倩的嘴呢 说了出来 但是大外宣呢 和伟类呢 却一直在抹黑班农 说班农呢 是被川普踢出来的 我们知道 从上个世纪70年代呢 到现在 虽然美国总统换了几任 但呢 一直是基辛格主义 主导了全球化的格局 也就是说 美国向外输出美元 美国的产业和技术呢 也跟着向外输出 来支撑全球的发展 这里呢 虽然有全球化集团的利益在内 但呢 初中却是因为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呢 由于变了纸的工会运动 我们知道呢 现在很多工会组织呢 都已经成为黑帮组织了 还有一些个环保组织 还有高昂的人工成本呢 使得企业在美国及西方国家呢 开工厂呢 基本上是赔钱的 非常不划算 所以的话呢 这些人呢 才把工厂搬到了发展中国家 主要是中国 走到后来 才是全球化的集团 与中共权贵的结合 但是呢 全球化走到现在呢 我们知道 美国的财政呢 已经不堪重负 由于输出的美元太多 我们知道呢 就是说 美印发一美元 美国呢 就是有一美元的这个外债 所以呢 就是导致美国的美债过多 美国政府呢 每年还美债的利息呢 都是一笔非常大的支出 再加上呢 由于工厂矿山停业关门呢 导致大量的工人失业 所以呢 从2016年起呢 保守主义开始抬头 而这个运动呢 就是以班农为代表的 右翼势力发起的 现在呢 已经席建全球 就是产业链和美元 回归美国及西方国家 所以呢 中美贸易战呢 只是这个大趋势下 一个小小的冲突 所以在后面的十几 或者几十年 就是班农主导的保守主义 在全世界的大流行 这个趋势呢 是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挡的 而班农呢 就是回归保守主义的灵魂人物 所以呢 他就是名副其实的地下总统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 拜拜